宜蘭縣長林之廟2022年 被檢方一貪污等罪嫌給起訴 全案在昨天延遲辯論後終結 林之廟遭到了檢方求處 20年的重刑 他今天也首度出面 重炮檢方對於不存在的利益 提出過於誇大的求刑 不僅對他進行了政治迫害 更讓他看到與二最近的距離 這怪事很折磨人 宜蘭縣長林之廟面設 民眾進入宜蘭地院 進行延遲辯論 2022年他被檢方一貪污及洗錢等罪嫌起訴 23號辯論終結林之廟 遭檢方求刑高達20年 他重炮扳擊 檢方得意的誇張的具體求刑 我也不求不存在的利益 虛構犯罪事實 顛倒是非 看到了與二最近的距離 指呼檢方先射箭 再化把兩年的偵訊 不斷使用恐嚇詐騙不當取貢 延遲辯論庭中 更一度與檢方疾便長達一個小時 面對警察官質疑利用縣長職權處理失利 與縣府官員和盟集團是作案 林之廟炮火猛烈回擊 強烈否認犯罪 堅持自己陣陣當當 甚至連說三次受死法折磨 回擊竟連給的通話記錄 是假的根本是掌管理貸 檢方求處重刑 在我們看來真的是太重了 延遲辯論中間後 檢方直接求刑二十年 此奪公權五年 消息一出不少人直呼 求刑太重太誇張 藍營跟通批分明是要對林之廟 以強弊命進行政治屠殺 怒紅石馬州之心 甚至出現有心人士 把求刑二十年散布成判刑二十年 懷疑根本惡意操弄 一審將在十二月三十一號 下午兩點進行宣判 蛤蠻的單親媽媽突破綠地後 成為宜蘭第一位女縣長 面對政治與司法公邦 究竟能否再度挺過風暴 二零二世最後一天見真章 記者林醫生宜蘭采訪報導